针对了整个贬家币案呢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的过程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了 虽然陈志忠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把在瑞士的12议员会回到台湾 但台美司法互助 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 在今天呢 平民媒体就报道表示 美方呢 之前不但查扣了陈志忠 在美国的两栋豪宅 还有他的存款 大约16千万的资产 而另外呢 美国在台协会还主动的 把陈志忠和黄瑞敬的美国签证 都给注销掉了 也就是说 就算台湾司法解除两个人的禁管 他们也不能够到美国去了 而另外呢 在追查扁家在日本资产的部分 也传出重大突破 是屡日台湾桥包向特人组提供了勤资 指出了扁家在日本资产的银行账户呢 是由一名华裔日本人所掌控 扁家在日本的资产即将现行